我们今天招聘两名保安啊 晚一会儿大家按顺序来 一号准备一下 大哥 你没听人说吗 就招两个保安 这么多人的 咱俩就造型够呛了 没事 听大哥的 我有办法 行吗 妈去掉 行 一号 门关上 你好 姓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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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大哥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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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啊 啊 变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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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变态啊 哎 快去 啊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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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打我一二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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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暴力 暴力啊 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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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没事吧 没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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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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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哎 今天报名十多个人呢 咋就是你俩了 人呢 别走了就是放弃了呗 哎 哎 喂 你们呢 你招聘不就招俩人吗 现在剩我俩人这不正好吗 啊 我明白了 你俩挺聪明呢 还跟我使这路子呢 我告诉你们 我们招聘保安的前提 是要品德高尚的人 我们品德非常高尚 一次监狱没进过 你俩回去吧 刘总 哎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叫什么名 我叫张小伟 我叫张小飞 你俩 是不是进过监狱 是 不是 不是 是 那不是 还是不是 你猜 那还用猜吗 领导 你怎么知道的 你俩曾经 是不是在万花五楼 入室盗窃过 还有一万五千元钱 不是 领导 你听我说 这个事肯定是有 但是那一万五千块钱 我根本就没拿呀 这个事我作证了 那一万五千块钱吧 我们一看那是孩子上学的钱 我们一看那是孩子上学的钱 不但没拿 我啪 插一下给我大哥一个大嘴巴 把他兜里面五千块钱也掏出来放开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你们别误会 我就是当年那个女孩 当年我妈妈给我留下一笔学费 我发现学费里多了五千元钱 后来警察告诉我 那笔钱是你们留下的 我去个监狱看你们 你们被提前释放了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到你们了 你们真是我的恩人呐 这才长得太好了 看这孩子长这么高了 而且还当领导了 那你先忙吧 我们先走了 你们不是应聘保安吗 我们不应聘了 我们必定是有过相科的人 别给你工作上带来不便 再见 站住 你俩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过来上班吧 妈呀 上班了 好人有好抱啊大哥 再见 等一下 那五千元钱我回头还给你们 不 那五千块钱本来就是给你的 我们不要了 那笔钱我一定要还的 你实际上要还的话就把那笔钱 捐给那些没钱伤给的孩子们吧 我真没看错你们 哎 对了 等会啊 这块表我待在身上很多年了 今天还给你 终于物贵远主了 这表我们不能要 这表是你的 这表不是我的 这表真是你的 这表真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偷的 那倒是过去的事儿 麻烦你把这块表交给政府吧 谢谢 我们以后会努力的 好好地工作 回报我们的国家 感谢贵账 是我俩 放现爱心靠大家 师傅带谁上春晚 我俩 我俩 给这个